文化文化 作词,作词,作词。 作词,作词,作词,作词。 其实这事儿由来已久。 现在年轻人对我们传统的好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 中国古典家具有一个有意识的特点就是表面上看极其简单,极其简洁。 但实际上最复杂的就是它把那些复杂的东西全隐藏起来。 就是时髦结构就是这样的特别 所以你理解它的时候就是特别累 我们时代变了 网络时代我们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后体信息这么便利 然后我就想说 有没有一个办法 就是能够用现代的技术 或者电脑或者是科技三维嘛 用三维来呈现的 然后让很多人来理解 能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 我们现代人熟悉的这种 手机或者是移动设备 iPad这样的平台 然后来了解这些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实现的时候 赚了一个大碗子 我带着我的设计师团队跟开发者 几年以前我就学嘛 学习这些东西 接触这些东西 但是它们不一样 我之前对中国古典家具的这些构造 是一点不了解 在做这个APP之前 然后后来就是从我前提一些 一些的一个收集资料 然后了解到中国 慈某这个对中国建筑啊 家具啊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后来从我越来越深的了解 觉得这个东西真是 中国这个 古代人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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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真的太大了 慈某它本身是很理性的 是一个理性的科学 然后用这种很简单的凹凸损合的这种结构 就可以连接出一片像紫禁城这么大的一片木质宫殿 之前在编制上老看的 然后就是什么木头啊 紫某紫某结构啊 就是稍微知道一点 之前对紫某这个概念都没有了解 甚至没听说过紫某一个词 接触了这个东西之后 也看了很多书 从从感觉到就是古人的智慧 到现在还在利用这个 而且以这种3D的形式表现出来更深度 想做一个好的产品 把这些时贸结构介绍给打获了 实在是世界大组的趋势 但是说我们总得想想 有哪些不同 缺失的东西可能我们得补 我们怎么补 我们用这个时代的特性可以去补 就像说这个爱人家